摄护腺疾病是男性疾病中发病率较高的 通常而言,大多数男人在50岁左右会出现一些尿频尿痛的等症状 极有可能是已经患上摄护腺炎了 据统计,我国有一半的男性都患过此病 给不少男性同胞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此病不及时治疗会对男性泌尿系统导致严重危害 应尽快认识症状,了解预防措施 下面我们就具体介绍了一些摄护腺疾病的症状 以及预防措施 摄护腺不好的人群,一般会有这四个表现 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希望你能早了解 1.尿频,尿不静,是摄护腺炎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如果你在上厕所时忽然有刺痛感或捉热感 并且伴随着尿素的加快,你的小便也会变得频繁起来 每次上完厕所一会儿又想上厕所 那么就可以推断你得了摄护腺炎 2.会因部位疼痛 如果你有摄护腺炎 炎症也许会使你的腹部和会因部位有一些沉重的感觉 并伴有症状症状 虽然这种情况很轻微,但如果炎症大面积蔓延 或者大腿内侧也发生此症状 那么情况就不容忽视了 3.容易出现尿无力 摄护腺炎除了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痛苦以外 还会导致我们的膀胱肌受到损害 在日常排尿时就会出现无力的感觉 患者在排尿时就会异常吃力 从而影响生活质量 4.尿失禁 这种情况是摄护腺炎的并发症 炎症一旦大面积爆发 会造成扩约肌功能失常 因此我们就无法控制尿液 严重时就会导致尿失禁 摄护腺炎患者做到以下几点 可帮助您减轻不适症状 1.请喝水 多喝水 水对人体能起到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 多喝水可有助于人体排泄 体内毒素会迅速排出离开人体 减少毒素在体内的滞留时间 每天大量喝水 可通过尿液充分洗滴尿道 有利于排出摄护腺内的分泌物 减轻炎症 2.远离酒精 辛辣之物日常护理少不了 注意饮食结构 少吃辛辣之物 因为浓烈辛辣食物会抑制摄护腺 激发炎症 日常要留意自己的饮食结构 确保营养平衡 发病期间最好是禁止吸烟 酗酒 禁止使用胡椒 大蒜 辣椒 白萝卜等食物 如果经常食用 会导致摄护腺冲血 肿胀 所以平时最好是保持饮食清淡 此外 酒精会使你的毛细血管发生冲血状态 从而引发摄护腺冲血肿 三不要穿紧身内衣 男性朋友最好不要穿紧身内衣 以确保摄护腺的健康 因为过紧的衣服不适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会使脊部解忆循环不称通 要根据温度的变化 立即变动衣服 防止着凉 四不要憋尿 如果你经常憋尿 不仅会影响摄护腺 还会对膀胱造成伤害吗 日积月累还会诱发尿道炎 所以有了尿意 不要憋尿 五不要纵欲 为了预防以及治疗摄护腺疾病 要节制夫妻生活 不要纵欲 六注意饮食结构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 这是我们保障身体最基本的举措 要合理饮食 多做运动 不要久坐 不要过于劳累 不要在身体发生疾病时 才注意爱护我们的身体 那个时候就维持已晚了 以上就是一些摄护腺炎的症状 以及应对的方法 在生活中我们在面临疾病时 还应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感谢观看